水里乡公所积极协助地方来发展观光 要导入旅行社来到水里规划观光团 这次趁着由旅行业者所组成的观光彩线团来到南头 水里乡公所除了邀请他们来到水里乡游玩以外 也专程举办一场座谈会 来与地方业者进行交流 这里有一个好处 可以借由那个集集火车 因为集集火车可以解决掉很多的大众艺术工具 其实水里是一个有很好的一个文化背景 跟一个这个美食的一个地方 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 那个七八十年的小吃都是挺好的 所以如果是借由我们这次的开发 那然后那个水里可以把整个的观光路线 整合的更完备的话 我相信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同 这个百姓同胞 那么甚至于国内外的 我们都可以一起把它带过来水里 水里乡的观光欠缺宣传 以及完善的旅游规划和套票行销 因此水里乡公所希望借着这样的机会 除了引荐旅行社来以外 也能够让地方业者了解 整合资源的重要性 那我们这些在地业者呢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有共识的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来做一个联盟 做一个一业结盟的方式 然后呢大家释出自己本身的一些善意 跟诚意 然后我们让这些旅游业者 他们能够真的看到我们的真心 然后愿意来我们的水里乡来消费 把人带进来 接着这样的整合 能够把我们水里的彩线 能够推出去 逛逛彩线推出去 那我们的亲子团 健康团 登山团 赏煤团 都可以一同来进驻 先议员肖志全希望 透过这场座谈会 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水里的美 还也期待说 在业者的建议 及导览之下 让我们说 办理旅游的同仁 旅行社等等 都能对水里乡 更深入的认识 跟了解 还也期待说 旅行社的可以邀请 来自各地的游客 一同来认识我们水里乡 水里的观光 跟产业 也相当的多元 也希望透过这些 今天的交流 让所有的业者 能够广为宣传 水里乡公所表示 三月份将推出 水里乡的观光护照 吃喝玩乐 都可以一次找得到 而且有优惠与保障 希望用公所的力量 来整合观光资源 让水里乡的观光起飞 记者邱平益 水里采访报道 你未经许反射 不会有回应的 能够 在这种 绝对